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开启谷歌广告系列课程的学习之旅 那我们这一节课呢,要讲的是购物广告的运作原理 好,那这一节课呢,会分成三部分的内容 第一部分呢,是购物广告运作原理 第二部分是购物广告的,它有什么广告类型 第三部分是不同国家 购物广告在不同国家的适用情况是怎么样 好,第一部分,关于购物广告的运作原理呢 那大家在投放广告之前肯定要对这个广告是怎么运作这个流程 要有了解,要熟悉 那我们简单来讲的话 那购物广告呢,它是使用这个 你的merchant center里面的商品数据 你的product fee,而不是关键字 来决定你广告的展示方式和展示位置 那通过merchant center里面提交的商品数据 那这个product fee,这个商品数据里面呢 会包含你的这个销售产品的相关详情嘛 那系统呢,会在用户在搜索引擎去搜索相关内容的时候 那系统就会用这一些product fee来跟这个用户的搜索内容来进行匹配 那以确保呢,系统是展示的相关性最高的产品 那我们再划分步骤来看一下 就是它这个运作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运作情况 好,那我们从这个购物广告 从广告主提交这个商品数据 到你建广告 到用户搜索 到最后这个用户看到广告 点击进你的着陆页 这一整个流程应该是什么样子 那购物广告 首先,那作为广告主 假设说你要去投放这一个广告类型的话 那首先你得去注册一个merchant center 把这个账号注册下来,对吧 那注册下来之后呢 好,我们要去把这个 验证了网址之后 然后我们要在merchant center里面 去上传prayer fee 上传产品数据提交产品信息 好,那你这个产品数据产品信息 提交上去通过审核之后 要通过审核啊 那不能是说一个待审核的状态 或者说是被拒的一个状态 那它的状态应该是通过审核 那通过审核之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在google ads 在google ads上面去 广告后台去建这个购物广告 然后我们去把这个购物广告建好 然后开始投放 然后你的广告就跑出去了 好,那你的广告在正常跑的时候 当用户在搜索引擎 在谷歌上面去搜索 某一些关键词的时候 那谷歌就会去扫描数据fee的内容 它会在所有的这个merchant center里面 去扫描所有的这些per the fee 然后去找这些跟用户的搜索 自词相关的一些产品 那它在这一些成千上万的 每个广告组都至少有一个merchant center 那它在这个merchant center里面去搜 去匹配这些相符的产品的时候 它是根据什么去匹配呢 那谷歌会去根据各个广告主 各个商家在谷歌广告 Google ads广告后台的一些出价 就它的广告的出价 然后会根据它的产品 跟用户在前台搜索的内容的相关度 比如说用户搜的是这个笔记本电脑 那你卖的这个产品 跟这个笔记本电脑的相关度 匹配程度到底有多高 然后呢再根据这个 它的产品的历史表现数据 就是根据你的广告 你的购物广告 这些产品的历史表现数据 来排列产品 也就是说系统在决定 哪一些广告是放到前台 展示给用户看的时候 它通过的是这几点 一个是你的这一个广告的出价 你的购物广告的出价 出价肯定是会影响你的这个排名的 会影响你的这个展示的位置 出价是一个 然后呢会根据你的产品 跟用户的搜索内容的相关度 到底高不高 再一个呢就是根据你的购物广告的 一些历史表现数据 根据这三方面来去排列这个产品 去综合评估哪一些产品 哪一家的产品 谁的产品是应该排列在前面 展示给用户好 那系统评定之后呢 排名高的产品就会出现在 谷歌搜索结果的首页 就变成了大家看到的 在前台看到的这一些展示在 搜索结果首页的 这种购物广告 好那展示出来之后 当用户看到广告 点击广告之后 才广告主才需要付费 那就是他的收费和费用 是按照点击次数去收费 按照点击来收费 那像Facebook是按照展示次数嘛 就展示 每展示一千次就收费 那你的购物广告呢 是按照点击 只有用户点了你的广告之后 才会收费 好那这就是一个 一整个的运作原理 从我们去上传产品数据 到建广告到这个 广告投放出去之后 用户是在一个 什么样的流程下 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 会看到你的广告系统 是按照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去排列产品 什么去评定你的排名 那基本上就是 这样的一个流程 那在你去投广告之前呢 大家要对这个流程 要很熟悉啊 好那这个就是 购物广告的运作原理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购物广告的类型 有哪一些 那其实购物广告呢 有三种广告类型 像第一种 现在截图这个看到的 就是我们最常见的 一种广告类型 它叫产品购物广告 单产品购物广告 就是我们看到的图片 标题价格 然后有这个店铺名称 然后有附加信息 像这一种广告类型 就是我们最常见的 单产品 它只是宣传 单个产品 就你点过去是到了 这一个产品页 它只宣传这一个产品 那这个就是我们最常见的 单产品购物广告 那下一个呢 就是橱窗购物广告 像这一种广告 比较少见 可能大家平时也不太 也不太可能 就是比较少 比较少见到这一种广告类型 那像这一种广告类型呢 我截了一个手机端的一个 移动端的这么一个示例图 一个动画 好 那橱窗购物广告 它也是购物广告的一种 那它呢 它是一种包含 就它的广告形式呢 是会展示给你的时候 它是会包含多种相关产品 像刚刚的这个是单产品嘛 那它就只是一个产品 它宣传的也仅仅是这一个产品的图片 然后它放出来的也是这 仅仅是这一个产品的信息 那像这个橱窗购物呢 它就是会包含多种相关产品 就比如说它搜了一个 笔记本电脑 那就会出来 笔记本电脑就不止一个 就是你的这个 你的广告里面会展示 笔记本电脑多种 多种这个 多款笔记本电脑会展示给用户 一般这一种广告呢 它是什么时候会更倾向去展示呢 一般就是当用户去搜索 更宽泛的字词的时候 而不是什么特定产品 就更宽泛就是意味着 这个用户他没有 比较明确的这个购买意向 或者说不是有很明确的 就是很强烈的一个特定购买 什么产品的这样子的 一种搜索情况的时候呢 系统就会更可能的展示这种广告 那橱窗购物广告 它推出的目的 也是为了去涵盖这一些 没有特定的这个 没有特定要买什么产品的 这种用户呢 把这些广告给到他 那跟他的搜索字词是相关的 但是有多款给你选 那像这种广告呢 我们之前也去测试过 像这种广告 它是有 对它对广告主是有要求的 就你的SKU要比较多 因为它展示出去的时候 就不是一个产品一个产品 而是一类产品这样展示出去 那你起码要有个500个SKU 才能投入这种广告 那像你的这个 产品购物广告呢 是点了这个广告 然后就会去到你的网站 然后按点击收费 那这个橱窗购物呢 是点开这个广告之后呢 它会弹出一个大的框 然后这个框里面 可能就有很多的 像类似的产品 让你去选 然后你只有点了这个产品之后 才会进到广告主的网站 像这个橱窗购物 它就是按照 engagement收费的 而不是按照点击 只要它跟你的广告互动 比如说你点开这个广告 然后这个弹窗弹出来 你只要在这个弹窗 待了10秒以上 或者说你没有待够10秒 但你点了广告 那这两种都会去收费 那像这一种的话 那我们去对比测试过 这个橱窗购物 跟单产品购物的话 那其实是单产品购物 这种广告类型 会RY会更高 会更好 好那像这种的话 我们确实 可能平时也见得比较少 好那还有一种就是 本地产品目录广告 那这种广告就是需要 它的目的是提高 你的线下电的流量 所以说这种广告的话 就需要你有 本地的一些线下电 才能去开这种广告类型 所以我们其实最常见的 我们在用的 其实就是这个产品购物广告 单产品购物广告 那就是这样子的展示 展示形式 好那讲完这个广告类型 我们来看一下 不同国家地区的 适用情况 那为什么把这个拎出来呢 是因为购物广告 它并不是所有 并不是全球都可以投放 那现在目前购物广告 它可以投放的地区呢 是有40多个国家地区 基本上发达国家 欧美发达国家都已经覆盖了 现在也已经有更多的国家地区 在进入测试阶段 好那具体是哪40多个国家呢 大家可以在这个链接里面 去找相应的这个资料 它会列出来 列出来有哪一些 目前是支持哪一些国家跟地区 这个PPT放出来的截图呢 那你去投这个购物广告的时候 比如说你的目标销售国家 好是是哪一些国家 然后这个国家呢 它支持的语言 可能会有几种语言 然后支持的货币 有什么货币 好那这个地方 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 比如说你要投放这个阿尔吉利亚 这个国家地区 它支持阿拉伯语 法语跟英语 那意味着就是说 你可以投 我把我的广告投到阿尔吉利亚 然后你的这个语言 你可以选择是阿拉伯语 或是法语或是英语 好那这个地方 你销售的国家的语言 其实这个地方是很重要 比如说 你如果说想要投放到某个国家 然后是投的英语 那你的这个产品数据 你上传的产品数据 那就必须是英语 如果说你投放的 你是想要投这个法语 那你的产品数据 你上传的产品数据的语言 就必须是法语 取决于你要 你的广告是要投放到 选用一个什么样的语言 你的产品数据 就必须是什么语言 那像这种政策 我们会在下一节课的内容里面 跟大家去详细介绍 好那这一节课 关于这个原理的部分呢 我们就是讲了这三小部分 首先第一个就是 购物广告的运作原理 它是怎么运作的 然后这个购物广告的类型 有三个类型 一个是单产品购物广告 这是我们最常见 还有个储创购物 比较少见 还有个本地目录 购物广告 那这个本地目录 是需要大家有线下实体店 那这个我们就 线上的广告主 电商广告主 一般用不到 好 那第三个就是 不同国家地区的 适用情况 主要是大家要了解 不是所有国家 不是全球 都可以去投放这个 购物广告 现在目前是 可以投放的是 40多个国家 大部分欧美发达国家 都是可以 都是购物广告 都是适用的 好那这一节课的内容呢 就是这三部分 以上就是这一节课的 所有内容 好那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谢谢